白羊座的那个现实是非常的明显的 因为今次的那个星月在这首座 但是那个日月和它没有跟其他的行星形成特别的相位 所以我们可以不提 那整个星月图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们的那个守护星火星它在天蟹座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那它跟正在金牛座逆行的天王星是非常的弱的那个天王星呢 它是他们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对分就是他们打架的相位 那这个是整个星月图最大的亮点 然后所以呢在这个能量之下呢 白羊座你们在整个农历史一月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们会现实现实吗 你们会走在别人那些关于金钱的那些就分 他们的那些漩涡 你们会很容易很容易去卷入他们的那个漩涡 比如说呢 你要之前给别人 给别人 或者是说呢 你要去做那些共证人 你要去做担保人 你要去做那个和解缘 去调停他们的那些纷争 还有什么呢 就是很多关于别人的那些钱的问题 你们要去走在里面了 就是还有特别是特别是一些 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那些关系 但是他们邀请你去帮忙 所以你们会做成一个三角关系 对 那如果不关钱的事的话呢 就是说你们在工作的地方 要做一些 也是调节啊 一些中间的角色 那要小心一点 其实整个印象也是很相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去工作也是为了赚钱 对吧 所以在工作赚钱的那些方面 你们要现实在 就是很容易会卷入在一些三角的关系 那其实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 就是给自己添了一点点的小麻烦 对吧 但是我们常常说嘛 助人为快乐资本 助人为快乐资本 对吧 所以呢 其实可以帮助别人也是一件 急着开心的事 对吧 那还有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说 对了 但是就是在过程里面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要做的那个平衡好一点 不要做的太过极端 比如说你真的要做那个中间人的话 中间人的话 不要偏帮任何一方 好吧 那你的大贵人是狮子座 所以呢 如果就是有任何困难的地方 你可以去找狮子座的朋友去帮你手 好吧 那其实我常常也讲 如果我们塔罗或者是将心里面 我们去提你 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什么星座的话 其实不一定是 就代表说他是太阳星座 是狮子座 其实我们是说 他的那个星盘里面 有很大很大的那个能量 OK 所以可能是他的向心 可能是他的那个 上升 不是向心对吧 上升 就是rising OK 上升 我不知道 向心 上升 我不知道 OK but I'm going to google it 我可以去查 好吧 可能是他的月亮 那还有可能是他的那个星群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星 群在这个地方 我们叫stellium 好吧 那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 我们很难知道他的整个星盘是有什么的元素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最好的那个办法 办法也是去从他的那个太阳星座去看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透过感受他的能量去看 去感受他是不是 有没有那个狮子座的能量 那什么是狮子座的能量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很有领导的那个方法 他是一个说意不二的人 他很有霸气 对 他很有王者的方法 所以如果有这一些朋友在你的身旁 你可以去找他们帮你忙 好吧 还有有一些环境的日子 就是那个大忌日 对 这是好日子 特别是给你去处理这些别人的那些钱的工作的问题 就是呢 12月 系列的那个12月 就是December OK December 6号到10号 对 所以就祝大家好运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